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我这颗三角梅做催花的一些方法 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还在这里 那么就是用这个袋子来给它控光 大家看一下当时用这个袋子还写了这个日期 10月10号开始给它控光的 不得淋水 也就是控光的同时给它控水 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效果到底现在怎么样了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枝头已经开始冒花芽出来了 虽然说被控的这个叶片已经长得非常的差了 损伤的也有 发黄的也有 凋落的也有 但是这个效果始终是出来了 这个花苞已经冒出 那么接下来这种状态的三角梅 我们该怎么样才能让它一次性长更多的花苞呢 首先我们先把这些刚长出来的花苞给它修剪掉 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舍得有舍才有得 因为刚刚长出来的这些花苞呢 它消耗的养分太多 因为其他地方还没有长出来 这样就造成了这些新长出来的花苞 消耗养分过多影响到后面的一些花芽分化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新长出来的花苞 适当的给它处理掉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就不需要给它控光 也不需要给它控水了 但是磷酸二清甲不能缺 因为只有给它补除磷肥 才能让它花苞分化更多 我们还是要坚持三到五天给它喷湿一次叶片 用这个磷酸二清甲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或者是一比一千二的比例对水 每三到五天给它喷湿一次 同时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也不需要给它控水 一定要保证正常给它浇水 均匀甘需勤丸 每次用上磷酸二清甲一比一千或者是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光这个土壤 最好把它放到散射光充足的地方来养就可以了 不需要给它晒太多的太阳 那么这样养护再过一段时间 那么它就会整颗三角梅都爆满花芽 好了 这就是目前我这颗三角梅 经过一个月的控水触花的一个效果 我这颗三角梅都爆满花芽